音樂3D 特別為追求高性價比的玩家 推出全新的iChill GeForce GTX 1080 X4 繪圖卡 用了2.5Slock 3加1風扇和不知傳統HipPi 散熱器 還加入了獨家的APCS 繪圖系統 令繪圖卡在高負載下 內部元件可以保持在低溫運作 提升繪圖效果 Inno3D iChill GeForce GTX 1080 X4 繪圖卡 是基於NVIDIA工辦的PCB設計 拆開繪圖器之後 可以看到繪圖卡針對供電模組進一步強化 升級到6加1雙DUOFET供電模組 還有大量的Postcap電容 有效提升繪圖卡的超頻能力 繪圖卡用了全新的GP104-400 繪圖核心 核心時脈與此超頻 由公辦的1607MHz Space Clock 1733MHz Boost Clock 大幅提升到1759MHz Space Clock 1898MHz Boost Clock 加上GPU Boost Free技術 令GPU預設的時脈達到2GHz以上 記憶體方面 具備8顆Micron GDDR5X記憶體火粒 合共8GB記憶體容量 記憶體時脈為5,05MHz Inno3D iChill GeForce GTX 1080 X4 用了3加1風扇設計 正面用了3個92mm Turbo 散熱風扇 用了日制的Hercule Sparing 俗成 較一般風扇的壽命高出3倍 還支援Intellation Fan Stop 在GPU工作溫度不高的時候 散熱風扇可以完全停止運作 為玩家增加0dB的遊戲體驗 散熱器用於2.5Slock的設計 加上123塊鋁散熱器片 令散熱面積大幅提升 配搭3G6mm 2G8mm的傳統Heap Hi導熱管 加快將GPU的快熱傳到散熱器片上 卡背還加入了Hercules類金屬背板 提升產品的乾性和耐久度 Inno3D iChill GeForce GTX 1080 X4 加入了獨家的APCS散熱系統 供電模組和記憶體火粒 擁有獨立的散熱器 和GPU的散熱器分隔 就算GPU是高負載的時候 供電模組和記憶體火粒的工作溫度 仍然可以保持低溫水平 透過兩支Heap Hi 將熱力傳到頂端的鋁散熱器上面 還像一組50mm的散熱風扇 帶走運作時的熱力 繪圖卡系運作時 散熱風扇的邊緣位置 會透出紅色的LED燈效 上面還像一組GPU Loading Indicator顯示器 會按GPU負載顯示不同顏色 非常醒目